自动化这边这一栏可以向他选单自己做对不对 另外如果说这边 有改变的话 比如他已经输入一个数字 对假设是输入10个好了 那你 Change之后有没有 应该怎么自己要带出 小技出来 小技这边已经有了 不过这个是用什么 用公式的方法做了 那这个也是有以上刚刚的缺点 如果说你今天不要用这个方法做 其实这个公式是这个乘这个嘛 就是这个结果 如果这边已经有的话 那自动会带 如果你不要这样做 你要用什么 事件触发 你去侦测什么 第一栏 有没有改变 Tugget.column等于多少 等于4嘛 那如果这个事件 被 触发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如果他里面 假如不是空白的话 如果空白的话 那这个也要空白的 如果他不是空白的话 那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跟这个相乘 塞到这边来 对不对 那我想 应该 变化题 应该也可以做出来 才对 这边再做一个 你会发现这个就变自动化了 所以以后你做 做 当然你就在 把e-sale当资料库来 做动作的时候 这是第一种方法 等一下会讲这种方法 就是表单的方法 OK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点一下 其中一个 自动带出这一个 跟这一个 没错 可是如果这个编号 我希望怎么样 格式化 这个格式化 会遇到一个问题 如果 我今天 假如说是 比较上面的号码 我就不会是 4码 比如说在这边 假如说 不是4码的话 要补0 所以一样要格式化 要像这样要格式化 那刚刚我们格式化是用什么 用Tex来格式化 可是在VPA里面 怎么去做格式化 第1个 第2个是说 我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文字 跟上面一样 按右键 除了格式里面 要先把它改文字 那文字这个怎么表示呢 其实你文字之后按自定一下 你会发现 它的类型 有没有 制定之后呢 实际上在 VPA 在那个Excel里面呢 它的格式类型就是 一个什么 一个小老鼠 所以你只要给一个什么 给格式化 给它一个小老鼠 它就会把它格式化成一个 一个文字 就自动靠 靠 左 靠左对齐 OK 那我们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要怎么样把它格式化成 是吗 现在这个地方看可能看不出来 可能上面 我想把这边 低调一些好了 比如说我这样 delete掉这些 那我把这些 9的 到 9 9 这地方应该 这个是 如果我现在选的话 看一下 你会发现是这样 925 没有0 因为它 是取 列号 所以我要怎么样自动把它补零 第一个 就是自动变成是吗 第一个 第二个要怎么样 要让它变成文字 OK 所以呢 我们 第一个就是要把它格式化 那格式化的做法是这样 主要是针对这个嘛 那格式化特别是要 在那个 Eseal里面是用Test 可是在VBS叫做Format 用法很类似 就是把我要输出的东西什么 做Format 刮弧 刮弧 给它一个什么 值 然后面一样是逗点 给它什么呢 是吗 OK 这样的话就Format 那不过你Format 可是 可是